科瓦奇,还率赛后向我表达了祝贺,拜仁应该获得点球直播吧。 5月20日训,在北京时间周日凌晨进行的德国杯决赛中,法兰克福3比1击败了拜仁,在赛后接受采访时,法兰克福主帅科瓦奇谈到了球队的表现,科瓦奇表示,足球比赛就是这么有趣,在我看来,法兰克福创造了一段非常美妙的历史, 当球员们齐心协力的时候,法兰克福就能获得胜利,另外,我要感谢那些一直支持我们的人,我为夺得德国杯冠军而高兴,也同样感到很伤心,因为我即将要离开了,在本场比赛过后,海因克斯向我表达了祝贺,我也祝福他,未来能一切顺利,在比赛进行到第87分钟,大伯阿腾在禁区内踢倒马丁内斯, 但裁判没有判给拜仁一粒点球,对此,法兰克福主帅科瓦奇表示,大伯阿腾想把球解围,但他踢倒了马丁内斯,不过我觉得,那确实是粒点球,Vumario。 下来,我来看起来,我会先做了梁哥,法兰克福主席,盈克福主席,盈克菲广,盈克福主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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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感谢观看